我媽媽最近 三禮拜開始 大家就傳給我很多很多什麼 電影裡面的一段片 還是MV裡面的段片 就把我自己的臉貼上 超噁的 這個也可以耶 這麼可以 超噁的 就是滿流行的 很奇怪 就是叫做 洋語編排 什麼意思 還有科技 不要那麼簡單喔 來囉 你要再往裡面一點點 就是也 看 看裡面一點 你幹嘛 蛤 直接趴著她的身上 然後再趴下去 再來 繼續來啊 大家一起來 Happy New Year 景婷的友誼 我把台北101刺掉 有沒有很特別 還好耶 怎麼看不到你的臉啊 這下面黑黑的 說是俠克歐尼爾也還可以 然後台北一年夜就變得很小 有沒有 轉過去有沒有 然後好像你在爬101這樣 你就是說我長很像TING COM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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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種種種族氣勢喔 夏亮哥 拍照 攝影師有什麼好生氣的呢 因為我老婆也是這樣 大家才喜歡拍照 每一次出去都一定要拍照 所以感覺是每一次我們出去 就是Fashion Show這樣 然後有我們家裡 家裡旁邊有一家咖啡廳 我們很喜歡去 然後常常會去那邊 老婆每一次都要拍照 那我是攝影師 所以當然我很喜歡拍照 但是我覺得 但是你不喜歡老婆 你喜歡老婆 我再愛我老婆 我老婆是我的生活 拍別人OK 但是我老婆在咖啡廳那邊 拍得很好啊 怎麼了 當然 但是我的意思是 有拍照的時間 而是法國人 所以有咖啡 喝咖啡的時間 對 對啊 這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你會不會覺得 我們有去好幾次 不是第一次而已 每一次去一樣的地方 還要擺的 穿不一樣的衣服啊 對啊 有一點點不一樣 拍穿搭啊 但是我去 而且你們法國人吃晚餐 吃到十一點 你就慢慢吃慢慢拍啊 OK啊 我要喝咖啡 我要安靜喝咖啡啊 我們有一次有去跟朋友有去 那是你的問題 你想安靜喝咖啡 怎麼會帶老婆去啊 對啊 這個是我的問題 有一次我們去一家 比較高級一點的餐廳 跟朋友一起吃飯 然後老婆裝很漂亮什麼的 然後我們 就世界很好 吃飯很好 很好 回家 老婆有一點 看起來不開心 我說為什麼 怎麼了 她說 沒有拜照 我說我們有拜照 有拜這樣自拍的 她說沒有拜全身的 他說 他是有在接業配 所以在路上 穿搭 穿搭很重要 沒有穿搭 拍得很好 很棒耶 有裝這麼樣的衣服 然後鞋子就這樣 多少人羨慕他老婆啊 拍得那麼好 非常羨慕 所以一直都是這樣的 很多人的男朋友跟老公拍出來 都跟遺照一樣 我老公拍一百五四張照片 有的時候找不到一張好看的 每一張都醜耶 而且每一張都超胖超醜 身材超短 沒有 我老公還把我的頭截掉 你知道嗎 我說拍一拍 我想說 為什麼沒有我的臉 他就說 不是要拍衣服嗎 不是 為了畫面和諧 什麼鬼 因為我以為老婆是嫁給我 是因為我很帥 是不是 不是 因為會拍照 對啊 就是這樣而已 但不在乎 剛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就算是遊客嘛 就是每個週末 跑去什麼經典 就是拍照 我發現很多台灣人 他們在拍照的時候 他們會把自己 放在相機跟太陽的中間 那他可以跟你說 那個是最 最不好拍照的樣子 逆光啊 對 逆光 就是背背都是太亮了 就是看不到是誰嘛 就是我不懂 我以為是因為 不知道怎麼用數位相機 還是那個時候拍照 其實有的時候 看不清楚反而是好的 對啊 但是你說那是夢多也可以 你說那是彭于晏也可以 對啊 但是大部分 然後就是去那裡 不是什麼日落的那樣的時間 就是一半的 那是在中午的時候 你說像這樣子嗎 這樣很好看 就是這樣嘛 我自己去年 去年我是跟一些朋友 去海邊的時候 我是學台灣人拍照 我就知道你是哪一個啊 就是最矮的這個啊 對 最矮的那個 其實是我拍照 我不是在照片裡面 但是看不出來是誰在裡面 然後因為我是幫他們拍 然後我傳給他們 然後我覺得 喔 那看起來很好看 看不出來是誰 但是我所有的 那個我不是所有的 但是很多英國朋友 英國家人都罵我說 這個到底是誰 看不出來這個是誰 Lion King啊 看不出來Lion King嗎 Lion King是主管是不是 然後他們就是說 你是不是攝影系畢業的 你怎麼那麼不會拍照 就是罵我 因為看不出來是誰 啊對 你是攝影系畢業的 對啊 但是我 真的假的 忘了耶 就是我不要學台灣人拍那樣的照片 但是一字去學他們 我就是背媽 那剛剛聊的這些呢 是他們覺得我們很奇怪的地方 但站在太陽前面 我覺得OK過關 很棒啊 但我們就來問 你很快就可以找到哪一個 是那個 湯姆士 我們就來問問他們 到底各國的網紅 他們流行拍什麼 怎麼拍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學起來的地方 對 我覺得我們外國人 有很多很棒的一些地方 可以介紹給我們大家好不好 好 因為就是覺得啊 像我之前 我那時候差不多14歲的時候 我就是選擇我們 我跟我三個兄弟 我們要一起拍一張照片 然後把這個照片送給我媽媽 就是這一張 有沒有很可愛 猜得出來我是哪一位嗎 最左邊 綠色的 中間 中上 左邊吧 中間吧 就是中間這一位啊 就這樣很像我啊 怎麼可能不像我啊 那反正我這個時候我就是14歲 然後我就是送給我媽一張 然後送給他們媽媽一張 太棒 當一個母親節的禮物啊這樣子 然後就是大概三年前 我回去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起討論 我們是不是要 站在同一個位置 然後用一些的表情 拍一下 然後把這些東西送給我媽媽 變成一個 回念 有沒有 太棒了 所以後來我們把它拍成這樣 Oh my God 等一下你們到底吃了什麼 然後所以你現在在左邊對不對 你們四個到底吃了什麼 別這樣啊 你現在是不是在左邊 你現在在左邊 你們又來了 你換位子了嗎 不是要站同一個位子 你為什麼要換位子呢 你怎麼可以換位子 你怎麼可以換到左邊 可是我覺得我們拍這一張 然後送給我們媽媽 我們兩個媽媽都很開心 就是雙 所以因為我們兩個 那你為什麼要站到左邊 不是說好不要鬧 不要再鬧他了 不要再鬧他了 翔哥 是一次被外國人揍 我跟你講 你不要再鬧他了啦 沒事了 沒事了 而且他站左邊錯了嗎 好 不要吵啦 不要吵 好 他生氣了 所以我覺得 覺得台灣人 很有意義 很棒 台灣人 好棒 溫馨 很棒 然後你們也可以拍這張照片 可以可以 很棒 可以開心一點嗎 跟自己跟一些朋友一起拍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喔 欸 你生氣耶 好啦 不生氣啦 最近很紅的那個網紅拍的 就不是他們自己拍的嘛 就是把 用一個軟體把自己的臉 貼上什麼明星的那個臉上 到一個MV裡面 還是到一個影片裡面 我媽媽最近 上禮拜開始 大家就傳給我很多很多什麼 電影裡面的一段片 還是MV裡面的一段片 就把我自己的臉貼上 沒有 把他自己的臉貼上 是我的 他想說你是明星 沒有 他說 你怎樣 你可以變明星 我說 媽 我已經是明星了 然後他不是說 你可以變明星 但是超可怕 超級可怕 你看一下 我們來看湯姆是 變成女明星的樣子 Oh my God 欸 哇 超噁的 哇 哇 可以啊 這個人可以 哇 這麼可以 超噁的 可以啦 還有可以啊 助理 你都不看臉 沒有 我看臉 我在看你的身材 這是個都是我的菜 對啊 但是我媽最近 是把我自己的臉 放在什麼Marilyn Monroe的身上 有有有 在兜兜先生的身上 什麼那個動作片的 那個 兜兜先生比較適合你 身上 都是超級多 每一位都是超級不好看 可愛嘛 但是很多人做的是超級紅 你可以下載那個軟體看看吧 最近在玩這個的人是誰 你們有注意到嗎 就是周杰倫 他把他自己的臉 劈到 就是像這樣的邏輯 然後放在各種電影的片段裡面 其實他就是好玩 博君一笑 開心 就是滿流行的 很奇怪 就是叫做 洋芋片拍法 洋芋片 拍起來就變成這樣 什麼意思 喔 好有科技感喔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這個怎麼拍呢 是洋芋片的包裝嗎 還是是我的外套 對 差不多 你的外套也可以 來來來 有點 我來試試看 好 示範 我來看 一佩在 一佩在這邊 一佩一佩 一佩臉小啦 OK啦 我在哪裡 要套進去嗎 一佩 就這樣子 這樣子的尺寸看起來還蠻好笑 又那麼簡單喔 來囉 來來來 好想吃 玉米 等一下買給你 乖 先弄 你要再往裡面一點點 就是看裡面一點 你幹嘛 不要 你幹嘛 沒有啦 很蝦 什麼很蝦 很蝦 本來很蝦 對不起 你一弄就不蝦 還好 還好 有閃光燈好像比較 這樣 不要打 有 給他看 好酷喔 很棒耶 老胡這個很棒 我覺得這很不錯 有耶 有 那你幫小良哥拍 幫小良哥拍 趕快幫他拍 好玩喔 這好好玩喔 小良哥 小良哥那個 羊芋片不夠大包 再買大包一點 我比較想要看一點 這個他要買那個 拜拜的那種包裝 比較大 有耶 對 一定要開閃光燈 所以 真的很醜耶 這什麼東西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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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我覺得你也會變小 真的 你變好小喔 DULI 你也玩你玩 快點 這裡 這個好好玩 這個好好玩 拿那個 大的黑的垃圾袋來 來 夢多桑你穿 等一下傳給我 來修圖 這個好好玩喔 這個我喜歡 這個好 這個什麼東西啊 鬼片 鬼片耶 好可怕 他在找 已經不在的洋芋片了 好 其實好玩喔 這個好玩喔 可是我覺得很不錯耶 又學到一招 學到一招 每次你就不用花別的錢 就吃完拿來拍就好啦 天啊 你可以拍飾品耶 你們是要拍飾品 你等一下傳給我 我要修圖 快點 我等一下破 我要等一下破 這太酷了 這招可以學起來 很棒 好玩好玩 韓國在流行什麼 但是不是一個人玩的 是很多人一起玩 那跟夢多一樣 一起玩啊 不是 兩個人以上 差不多是五個人 大家一起玩的 因為我很久沒有回去韓國 所以是 我問那個韓國的朋友 最近最流行的網紅派照 是什麼 什麼姿勢 他們就傳給我一些那個照片 類似這一種 這個是台灣已經有了嘛 這是什麼 對這是小時候在玩 就像那個飛起來 然後這個也是很酷 這個也是很酷 然後這個也是很酷 這個都是 這是你嗎 不是不是我 都是我認識的人 然後這個 這個都是彩虹橋 彩虹橋 這看起來像女鬼橋耶 不是彩虹橋 因為這個有機器 最下面那個好慘 需要團體活動的 對啊 因為需要團結的 所以是我們大家來玩玩看好了 好 怎麼玩 那這個就是我們 趴著 先趴著 然後下一個 對 這樣就好 然後 夢多前輩就是那個頂著 用手頂他 小心踢到人家 肚力太高了啦 對 然後下一個小良哥 小良哥你的腳要在後面一點 好 對 小良哥筋骨不夠軟 小良哥沒有那個核心啦 小良哥沒有核心 1 2 3 對 好 好 沒關心 這個也有一個 然後小良哥直接趴著他的身上 然後再趴下去 對 小良哥直接趴著他的身上 趴 趴 趴 然後他不是趴在他身上 這個在韓國是 這什麼啦 這個在韓國是緊緊的友誼 緊緊的友誼 朱莉年發指了 朱莉年發指 還好吧 朱莉 這次也可以再來繼續來 大家一起來 Happy New Year 我們是緊緊的友誼 緊緊的友誼 好 趕快起來 朱莉還好嗎 就拉他一下 還是就讓他躺在這算了 朱莉你的肚子 啊 啊 啊 肚子 啊 完了 黑骨瘋出來了 這個什麼 有點不明就裡誒 我覺得 就是應該 有點像是我們小時候以前 會說什麼我踢你 然後五個人飛起來 那種感覺 就是一些 或是以前那個校外教學 就遠足就說拍一個那個 蝶羅漢 對 或者是HOLUK 什麼之類的 現在在流行 真的還有很多 什麼墮頭籠啊 什麼的也很多 墮頭籠 墮頭籠是一個人的臉在前面 然後好像是很多 其他的臉孔就在那邊 墮頭籠 對 墮頭籠 所以就是年輕的人 就是喜歡拍照的一些東西 真的要找很熟的朋友 他才會跟你玩 對 不然就是要 很瘦的朋友 對 或者有在運動的朋友 對 剛剛這個是大大人的 那我最近之前就發現說 其實澳洲 其實就很喜歡把小朋友 就是弄成一個蛋型 小朋友 對 就折起來弄成一個蛋型 然後台灣現在其實也很流行 就是會把小朋友 小嬰兒這樣子包起來 然後小朋友其實也會 對 會覺得很舒服 然後非常的可愛 有啦 墻抱中的嬰兒 對 所以現在其實真的 就是如果說嬰兒戒的 手要露出來是不是 有些手會露出來 有些手都是包起來 好可愛 對 就是或者是把它放在一些 像槽一樣裡面的 那種感覺 我覺得都是可以幫小朋友 拍這些照片 是 因為那個 他還拿一個電腦 好可愛 現在都會有很多 或者是那種小女生 會放在浴缸裡面 小浴缸裡面 然後什麼這樣包起來 好像在做美容 所以其實那時候 其實是看澳洲 好像很紅 就現在慢慢就是 有流行回來台灣 就有一些主題式 所以其實不只是大人 可以拍一些 網紅網美的照片 我覺得也要幫小朋友 留一些這種可愛的照片 這樣子 而且他就是那種 新生兒才能夠拍 因為骨頭再來就軟了 硬了 就沒辦法這樣 握起來了 對 這個蠻好玩的 在法國網紅的 他們喜歡是拍的 很多是在窗戶旁邊的 特別是像在巴黎 你看巴黎 特別是如果你住 比較高一點的地方 所以這樣你可以拍 是這裡有人 然後旁邊有窗戶 所以你可以看風景 所以不是這一個人而已 你可以馬上看得出來 是在那裡拍照 哦 這窗戶啊 很有意境耶 我們這是兩年前 有去法國的時候 有去我朋友的家在海邊 然後老婆有看 這個地方 這個窗戶 他說馬上 他一定要在這裡拍照 因為這樣你還有人 然後你可以看這樣的風景 這很像那種電影海報 然後我 因為我在台灣 我的攝影棚也是採定了 以前有次發表朋友的 朋友他的媽媽有來台灣 然後他跟我說 希望可以拍照 所以我幫他拍照 也是這樣是比較法式的 像法國風格的感覺 是這樣在窗戶 所以跟他的媽媽給他們 一個小小的禮物 就是一定要有門有窗 因為這樣的窗戶是很滿 我的攝影不能特別弄好 可是因為感覺是真的 很滿像法國的 我們老的窗戶是這樣 白色的 目多的 連在台灣也可以拍成法國的感覺 像如果我拍照的話 我就很喜歡是 有一點微逆光 天啊 然後你就會看不太光 這幾張最近還上新聞 過分 對 就看不清楚臉 看像這樣子的光 你直接從 好適合我喔 這邊來 然後你看 就是有一點微微的 就是看不太清楚臉的這種 然後如果你要穿紗裙啊 什麼的 下次幫我拍嘛 沒有 我等一下就幫你拍 可以嗎 就是棚內 真的欸 這個很好 因為全部都是 如果說有抓到 那個光是從側邊 有一點微後方來的話 就會讓你看起來 很有仙氣的感覺 然後其實 他剛好要仙氣飄飄 對 太無物了讓 而且我覺得台灣的男生 就是很不會幫女友拍 就是怎樣可以看起來腿長 是 可是我覺得就是有幾招 可以教大家 譬如說小楊哥不是 你的腿的比例也沒有橫就 很好 很好 他最好的就是腿長 很好 有量過 他腿背長欸 110跟陳思璇是一樣的 真的 小楊哥你比你的腰在哪 給大家看 你看他的腰有多高 不是啦 他腰很低欸 不是沒有內臟喔 他的腰很高 他只是肚子擋住腰 對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要拍照 他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然後回眸 然後 對 回眸回眸 小楊哥回眸要求我 好 來 恐龍欸 真的可以派成恐龍好不好 你要從那邊轉過來 我們叫你 3 2 1 恐龍 然後假笑 好 可以 他配起來就可以 這個可以喔 超級長的 真的 這個可以喔 這個已經姚明了 這個厲害喔 所以我覺得 如果男生要幫女生拍照的話 可以就學一下 你看 那我覺得還有一招 很棒欸 腿很長 等一下趕快發給我 有一招一定要記得 就是要把腳放到靠近那個 對 腳腳 那個相機的邊邊 但是你的頭 千萬要留點空間 對 因為廣角都會往外拉嘛 如果你太靠近的話 頭就會變拉長 可是如果你腳是靠近那個 攝影機的邊邊 你腳就會 其實自然就會被拉長 他就會自然幫你拉長 其實我老婆好像有跟我講過 但是我聽不進去 你沒有在聽 沒有在聽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是因為你說 這個當然最重要是角度 那你剛剛有這種 三面拍的下面這樣 會看起來比較大 然後 如果這樣你的腳相機 所以大部分都是這裡 你可以這樣 對 所以你可以更低的話 所以你不需要是那麼低 你可以就是手機是比較低而已 所以你用手機是這樣拍 不是這樣 可是夢多也常常這樣倒給拍 對對對 雙手線裡面 常常被抓 你是說這樣子喔 對對對 旁邊 逼逼逼喔 對對對 拍得很好 我們來看一下俄羅斯網紅 現在流行拍什麼呢 俄羅斯網紅現在很流行拍著這種 很自然的 就是不要修圖 不要開美肌這種的照片 然後這種就是 look of the day 他們就是出門的時候會戴 三四套衣服 然後在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角度 然後同一個姿勢來拍照 然後就剖好像 不是同一天的照片 可是其實都是在同一天的 同一天 然後帶了十八套衣服去換 然後餐廳就不准進去 對 沒錯 這樣蠻好的 自然的感覺 真的不一樣耶 風格完全跟我們的不一樣 像我在陽明山拍了 這個是第一張 第一張拍得很好 然後也是用 然後這第二張 就是帶了兩套衣服 就換了衣服這樣子 他們長得漂亮 身材好 不用修圖這樣子 怎麼聽起來有酸酸的味道 有 超酸 而且他們背後這樣拍 多難啊 真的 OK 這也是他們現在 在流行的拍法就是 我們都介紹給大家 大家可以回去研究一下 目前我覺得最廣售好評 就是洋芋片拍法 對 也不錯 效果非常的好 希望大家可以回去練習試試看 那今天呢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希望你想有地方可以拍 我們就把網紅打卡新熱點 全部都推薦給大家 來 一直拍到爽 我跟你講喔 這個真的很漂亮 那個地方是在南陀 南陀的那個 GG車站的旁邊 十分鐘就到了 你看 這個最近超多人拍 粉紅蟒草花 對 對 粉紅蟒草花 我跟你講喔 這邊就是真的很漂亮 好像真的來到那個韓國 韓國也是有這次的地方 很多 激州島也很多 激州島的那個感覺 然後超多網紅在那邊拍照 要去的話趕快去 大概因為它是秋天的時候 就是比較漂亮 然後那個草子真的是軟軟 就有點那個棉花的那個感覺一樣 然後主要的是它那邊很用心 就是還有那個可以上台 就是從那個上面可以拍照 它有架一個高台 對… 難怪很多人都 我還以為他們都帶空拍 沒有 可以去二樓 沒有 二樓 感覺像二樓這樣 而且它是二樓 所以其實我是拍前面 其實它是 360度都可以拍 都滿漂亮的 對 好棒喔 這個大家應該在Instagram上面有看到 可以… 可以去追一下 然後北… 而且那個入園費50塊而已 很便宜耶 那我介紹一個不用入園費的 可是現在好像已經被管制不能去了 我之前朋友推薦我是一個 北部在野柳附近的一個九孔池 好可愛喔 它就是長這樣子一格一格 它以前是真的在養九孔的 然後後來它廢棄之後呢 現在就沒有再使用 最後有很多網美去那邊拍照 因為它拍起來就是那個… 如果說你有空拍機 或是在高處拍的話 它拍起來就是可以變這樣這樣子 然後呢 就是一格一格 很像九宮格 然後那個那邊的照片 譬如說有空拍機的話 我就把…我就躺在那個正中間 喔 然後就這樣拍起來 就我覺得很完美的 而且重點是這個 如果九孔池現在已經不能去 它旁邊還有一個叫做 駱駝風 OK 就它旁邊 就是你坐在九孔池 它旁邊會有這種地質很特別的 十五層啊 對 有點類似像野柳的那種 地質的 然後這個駱駝風那時候 我還帶了空拍機去拍了一段影片 然後站在上面還蠻酷 可以看一下那個影片 還蠻酷的 好可愛喔 好羨慕喔 它就是很像是駱駝的那個雙峰 然後你這樣拍下去可以拍 下面就是九孔池就這樣 會不會很危險啊 最後看起來有點怕怕 沒有 可是其實是 鏡頭上看起來很恐怖 可是它站的地方其實還蠻寬的 有點恐怖欸 還是要小心啊 但是上面真的超美的 很漂亮 成品很漂亮 我去過台魯個好幾次 我不要再去 大家都在那邊 看膩了嘛 就是一直打開一直打開 所以我先做功課 我是看到那個飛翠谷 瀑布 對 翡翠谷 翡翠谷 我去過 這漂亮 對喔 你看 大家都知道 也是知道這個地方 然後我先做功課 但是 因為天氣很好那天 而是小步 那個步道嘛 就是可能是需要走路 20分鐘 到那邊可以拍照 可以玩水 水是超級乾淨 你看到 就是差不多到我的 到我的氣概嘛 但是你都是透明的 都可以看到地板嘛 然後下面 你可以下去河流那邊玩水 就是超級漂亮的 但是因為我在那邊 還蠻多人 因為中秋節嘛 然後我回來 我回家 我回飯店的時候 我就是PO在我的IG 那些照片 然後隔天很多人 是跟我說 他們說我很想要去 但是你去的隔天 他們就是把那個封起來 不能進去 他說進去進去 因為我去的當天 人太多 他們就說怕發生什麼危險的事 因為那個不到嘛 因為太多人在那邊打卡 他們說可以接受一天 可能是到一千個人去而已 然後我去的當天 是超過一萬多 啊 對啊 開市管制的 去要小心有流量的管制 對對對 那種漂亮的地方 我們大家一起守護好他 有一個地方我非常喜歡 是在宜蘭 這個地方叫 安農 安農西 安農西 羅活松 我就通常會帶小朋友跟勞婆去宜蘭 你說這是歐洲 我們也相信啊 對啊 真的這個地方很漂亮 因為旁邊都還可以去腳踏車 然後有這個 這條河也是很滿漂亮 然後這個木頭的地方 也是在那邊可以去 有一些人會在那邊野餐什麼的 我們剛剛去這一次是兩個禮拜以前 還有下雨 但是下雨我覺得也是很滿漂亮的 然後旁邊就是很旁邊 因為沒有很遠有一家咖啡廳 然後有洗車間什麼的 所以在那邊可以走路可以去腳踏車 很滿輕鬆 然後這樣你看 這個樹旁邊都是樹這樣 你在中間你拜這樣就是完美 大家都是介紹陸地的 然後我之前我跟女朋友就是想要 有一個特別的回憶 所以我就去了小琉球 然後就是小琉球最有名的是海嘛 海邊 然後其實我對我本身是比較怕潛水 但是為了這張照片我就是潛水了 拼了 對 因為我第一次去小琉球的時候 是跟夢多還有那個杜莉一起去 然後那時候我沒有辦法潛水 女班 女班不對 她 欸 我們是拍節目喔 對 她不下來欸 她 她下不去喔 不是 下不去 我下不去 不是 我也是開玩笑的 上節目下過 她真的不會 她哭欸 我哭欸 她真的不下來欸 我真的沒有辦法下去 但是跟女朋友就我可以下水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的節目不下水 然後你跟女班說出去就更下水 愛情真的很偉大 哇塞 這個人怎麼會這樣啊 然後為了拍這個照片 然後我就是請了一個教練 然後一起下去 其實真的很漂亮 因為海 世界上有海龜的地方沒有很多 因為韓國是很少看到這個海龜這個東西 對 這個動物嘛 就是一個很乾淨的地方才會有 但小琉球有特別的多 今天要介紹一個就是金門 欸 對 對 大家一定會想說 去金門那只能跟大炮拍照 有什麼好玩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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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喔 金門超多地方好適合拍 而且拍出異國風情 讓你有偽出國的感覺 真的 像是你知道嗎 金門東邊有一個 沙美摩洛哥 它那邊有那個 這個好美喔 沙 沙黃色的建築遺跡 感覺就很像中東的感覺 而且你知道每個角度 你不管怎麼拍 就像是 這根本就不是台灣 對 超美的 而且因為它那個風化了嘛 每一個房子都沒有屋頂 所以它拍出來 哇 那個陰影什麼的 真的好看 那就是大家剛剛一直講的 那自然光 然後你那次逛完之後 你可以去旁邊那沙美老街逛 逛走走買一下伴手禮啊 然後再往下走一點 你可以去復國墩吃海產 那邊有兩間韓產店 其實很有名 然後就是便宜好吃又新鮮 你看 看起來是不是超好吃的 好棒喔 沒有你的臉 我想吃這個 對 這個沒有我的臉 下午的時候還可以去哪裡 這個好酷喔 超熱門的 熱門的IG打卡景點 超酷的 就是新湖漁港 你看這個小波塊 是不是一路延伸到那個海平面 好美喔 而且你知道嗎 你遠的拍 近的拍 蹲著拍 站著拍 怎麼拍怎麼美 好想站在那個中間 超美 然後它旁邊有這種展望台 藍白色展望台 也是拍起來很有Fu 所以你知道嗎 這樣拍完之後 我跟你說 這都滿有異國風景的 是 但是其實在西邊的地方 有個地方我也很喜歡 就是 珠山古蹟 它那邊就是很多米式建築 然後它有一些小池塘小壺啊 你在那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你好像走到 那故宮的山水化一樣 其實超美 你剛剛 然後你知道嗎 在那邊之後 你就可以去 建宮嶼的潮間帶 你知道 那邊現在是長潮 然後等等 退潮的時候 它就會有這樣 好酷喔 然後你可以看到很多 潮間帶的生物 你也可以走這個 石板路去建宮嶼 這樣散步過去 好酷喔 吹吹海風 然後看看夕陽 而且你知道這邊有那個 金門的摩西分海之城 喔 原來它的那個 退潮的時候 它就這樣分開 你就可以走過去 之前帶韓國人去這個地方 就是採訪 就是 其實他們都很喜歡 這是我自己拍的 對 就是那個建宮嶼 然後那個時候真的很特別 對 因為建宮嶼是退潮的時候 有一個石板街會出現 對 然後可以到對面的台島 有一個小島 然後漲潮的時候 就是沒辦法去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好地方 是陽宅老街 這個地方我覺得很棒 因為呢 這個很像古代的那種 那個中國風的那種 一些店面 對 而且有一些店面很特別 有那個很可愛 而且咖啡 這是我們在咖啡廳拍的 那裡面的那個建築 裝潢都很可愛 真的 其實陽宅老街真的很好拍 超好拍 但我剛剛突然想到說 我們去金門 大家是不是都會去捕捉那個 各式各樣的風師爺 對啊 大的風師爺 小的風師爺 那種迷你風師爺 或者是站著坐的風師爺 那現在你知道 他剛剛講那個陽宅老街 它有一個京東電影院 現在有這種限定版 就好像是你去什麼 迪士尼樂園 是不是要找些限定版米奇 對 它是限定版的這種 樂高風師爺 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而且有這種大的喔 然後你也要去找這種 小小的這種 天啊 有紀念品可以帶回去 所以你們要像去 小楊哥最愛這個 你們要去尋寶 好可愛喔 你們要去找這些好可愛的 那種樂高風師爺 可是要在這邊提醒大家 這只有到今年12月底 因為它這個是那個 全台唯一一個樂高大師 在那邊弄的 是 然後你剛剛講到那個 京東電影院嘛 它除了這個樂高風師爺 它裡頭還有各式各樣的 裡面還有耶 台灣有哪些景點拍照的姿勢 讓你看到實在是很 荒 妙 胡鬧 真的 那你講到這個 我們要先講到台北 台灣最有名的 景點的一個地方 就是 怎麼了 你去那邊就是 你會看到一些人 躺在地上這樣子 因為太高 他們也不知道要怎麼拍啊 他們寫要想那個 入鏡那個鏡頭 這樣子拿手機這樣子拍 哇 就是很難啊 那如果你躺下來 就是很容易被踢到啊 或是你待太久 人家會開始感 欸 你可以可以走嗎 你可以走 我要拍照 但是我要 你要像我就是 學到一些很聰明的一個方式 嘿嘿嘿 是不是 哇賽 我把台北101吃掉 有沒有很特別 還好耶 這麼普通啊 因為你吃掉那一張 看不到你的臉啊 對啊 這是還好的點啊 沒有看到我的臉就還好啊 看不到你帥氣的臉龐 我不知道誰在701啊 對啊 終於說出口了你 好 還有這個 我覺得這個也很特別 你看 因為大家都是在很遠的地方 這樣子拍 然後台北101就變得很小 很小 有沒有 你就是要這樣 猜好看有沒有 你其實應該轉過去有沒有 然後好像你在爬101這樣 對啊 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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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說我長得很像金剛是不是 不是 不是 這是一種種種族氣勢喔 小亮哥 我是說 那你可以站在上面 變成那個公主啊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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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剛手裡的公主 像話嗎 我覺得獨立說得沒錯 就是你如果靠近 離你太多 很難拍照 而且人超級多 所以我一樣就是我發現去向山很好 因為向山可能要爬山15分鐘左右 然後到上面人比較少 你有自己的空間 自己的時間可以慢慢拍照 而且你可以看到台北全部的風景 真的非常漂亮 所以我 我最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去拍一些照片 這樣可以 哇 可以做一些動作啊 摸一摸打拳擊 摸一摸他 什麼 單純的 拍的比度力好很多 對啊 而且整次101比較明亮 對 向山是一個很好拍照的地方 不錯 對啊 但是我上次去向山的時候 我也想要拍這種照片 那時候趴上去的時候 我拍一點撕掉 所以我只有趴到一半就是要回去了 你到上面應該已經很久了 對啊 是每個人都趴得上去了 可是我真的覺得 國外的旅客真的很愛101 因為我泰國的朋友來 他也指明要拍101 而且是走到哪兒拍到哪兒 像那個 我有帶來 你看 對 我們沒有關係你 我們沒有關係你 這朋友身材滿好的 是不是 這一定最好人 泰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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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啊就是台北伊利是非常地有名 可是我要來介紹一下 就是前幾年 台灣在網路非常地熱門的一個地方 是南投的玻璃橋 那時候就是好多人會去那邊 就是走一走啊 因為很漂亮 就是這個打字人就是很美 然後就是可以帶著好多朋友去啊 然後我就想說帶我爸媽一起去 可是我們看到那個玻璃橋 我跟你們講那個玻璃橋真的是蠻遠的 然後超高的 然後媽媽就是非常怕那個玻璃橋 因為下面是蠻透明的 然後就看到很高的那個高度 然後我們我想 媽媽OK嗎 媽媽還活著 還OK還OK 然後我想說是把媽媽跟爸爸 他就是在那個橋的中間拍一張 可是媽媽就是死不了 他一定要走到橋的另外一邊 才可以拍照 那我們這樣子過了那個橋之後 就發現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勢頭 這個勢頭呢 你看到我媽媽在下面嗎 在這裡 對 我們排了好久 才可以拍這一張照片 因為我們發現好多人在那邊派對 為了跟這個勢頭拍照 然後每一個人在這個勢頭下面 就是會假裝在扛起來那個勢頭 扛那個勢頭 媽媽的妹一直扛著它 看那個勢頭的感覺 然後 後來媽媽一走 那個石頭就滾下來 就倒了 沒有 反正這個還不錯 因為我覺得是 因為浪費一點時間啦 可是大家是拍得還滿開心的 其實台灣有很多這種天然環境 很特別的一些岩石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蘭嶼啊 有 對啊 那蘭嶼其實很特別 去那邊可以吃到很多 原住民的一些美食啊 看到他們的一些部落 跟不同的東西嘛 然後很小 所以其實就租個機車 就一直繞園嘛 但是 沒想到 我找到了一個朝向獅子 的一個岩石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蛤 蛤 朝向獅子 所以 然後我就去那邊拍的時候 朝向 蛤 對對對 你看它就是 蛤 像獅子吧 其實 那隻獅子你要詳細看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它上面像犀牛 但下面你在接球嗎 像殘廚啊 那何對魔方它 這個獅子 它有點像 蛤 有攻擊人的那個樣子吧 對 對 像在其家 在台灣有另外一個地方叫那個 平溪時分 因為 平溪時分不是有那個火車 還有火車的回到 因為在新加坡是沒有這個地方 所以對我們來講很特別 去到那邊一定要放天燈嘛 所以大家就會寫一些 祝福的雨在天燈上面 然後 本來要拍照的時候 因為有那個火車的回到 想說 先跟火車回到拍照就好了 然後那個店家就說 不行不行 不能這樣拍 你一定要拿著那個天燈 跟那個回 那個軌道一起拍照 對 對 然後大家就會呈現 每一個人都會這樣 跟軌道 一模一樣的照片 好漂亮耶 這樣漂亮嗎 可是你把軌道擋住了 我以為你在十指 對 所以你就會覺得 我來這裡是要拍那個景 但結果就是大家就會呈現 這樣的照片 那一般那個是 那個觀光客才會去的啦 我也去耶 像我這樣就是 一樣也是 寬寬客 你也很寬寬客 我也有 我也有這個照片 你還媽媽 我也有 因為我是台北熊啊 對 我難得去那邊一定要 而且那個就是夜雨了 你看我職業的就秀出 這兩隻軌道 好玩嗎 真的好玩嗎 其實真的還滿那個 他還緩緩上升的時候 真的有一種心靈被救贖的感覺 因為我沒有去過耶 我也帶小孩去 一模一樣的照片 放上去的時候 真的你會感覺說 真的好像那個願望 都會實現的感覺 但你後來發現 後面全部人都在等你 跟著要那個軌道拍照 所以其實也滿趣味 但是說真的啦 來到這邊呢 你就入境隨處坐一下 我覺得其實還滿實在 而且小朋友啊 真的 尤其是小朋友 特別啊 因為他難得看到這種 可以真的可以飛上去 這種熱氣球的感覺 所以他們真的會很開 不過我覺得他有另外一個拍法 但是很危險 就是他只有一次機會 就是他把天燈放上去的那一盒 一定要趕快拍 所以天燈飛在辦公中 整個軌道也看得到 然後也有兩個人這樣 他們也會拍耶 那只有一次機會 那只有一次機會 這不容易 沒有啊 如果沒有的話就會出來 等一下就把他抓起來 抓起來 你去拍一虎了啦 什麼抓天燈啦 願望會死嗎 到底還能讓到幾點 再兩個小時就 很多日本觀光客社來台灣 除了去觀光景點之外 還有大家都很喜歡體驗台式 台灣式的服務 比如說大家都很喜歡來台灣去 台灣的什麼 就是美化店洗頭的服務 很有名 對 服務又好 價錢又十位 對 真的很便宜 兩百多嘛 對 如果在日本的那個美化店 洗頭的話 一次大概 台幣算一千多塊 對 對 按摩啊 什麼之後捲頭的話 都沒有 只是當全 洗頭吧 按摩也沒有 按摩也沒有啊 按摩應該只有台灣才有的服務 對啊 對 而且時間夠久的 按摩就吹乾 他沒有幫你設定一下嗎 日本的 設定另外算 日本沒有另外算 這個是兩三千塊 還好我光頭 對啊 所以大家都很喜歡 來台灣體驗 看台灣的文化 然後拍照 這樣 蛤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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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 拍不到101 因為 聽說很多日本人 還在誤會 台灣人每天晚上 都那個 這樣洗頭髮 有這樣 沒有啊 沒有啦 一個禮拜挺多 日本的台灣旅遊雜誌上 多介紹 台灣是最有名的文化 就是這樣子 是鬼片嗎 不是 那個是頭髮 你們去洗 這非常有名的 有洗成這樣嗎 多久洗一次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個是只是給觀光客的嗎 這應該是給他拍照了 對啊 拉起來要加100 太誇張了 拉起來加100 觀光客啊 沒有這樣嗎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牆 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 打開 已經夠了 兩分鐘 是